看到这个大巴 我们问他为什么刷车 他就说刷得好玩 我们就结合这个情况 就到这个少年的家里面 然后将其传换 传换之后 然后经过多方调查 然后结合他的个人情况 得知他以前也有过 那个烧车子的经历 说在11月1号 那个凌晨的时候 他在那个千万广场门口 插车那睡觉 但是天气比较冷 暖的时候正好车上有一件 那个类似于工作服那种衣服嘛 他就把衣服点着了 然后就把车子也烧了 后来他就往那个 商城方向那边走 看到那个大巴 我们问他为什么烧车子 他就说烧得好玩 如果说他完全负行事执政能力 或是说部分行事执政能力 那么他就应该接受我们的行事处罚 看视频上澎湃